公路上一輛自小客禁止不動 仔細看駕駛從後車廂拿出備胎 原來是左後輪爆胎了 駕駛有在後方擺設警示標誌 但直接就在車道上上演換胎秀 讓人捏一把冷汗 是因左後輪爆胎 停以外車路肩 並占用減速車道更換輪胎 這是國一南下接近下營系統交流道 這輛車爆胎了 駕駛把車停在減速車道跟路肩之間 其他車輛從旁高速呼嘯而過 超危險行徑是在玩命 在國道上遇到故障或是爆胎等突發狀況 首先要開啟雙黃警示燈 慢慢滑行到路肩 如果無法滑離車道 就要在後方100米外放路障標誌 人員移動到護欄外 避免被追撞 然後摳道路救援 車輛脫掉下國道再做處理 駕駛站據減速車道還在國道上更換輪胎 警方將依車牌舉發罰600到1200 罰還不高 但生命很寶貴的 TVBS新聞顧首昌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